三十年盗走价值五亿王武 这巅峰时更是一年能到两百作目 还曾放话说 一百个考古专家都未必有他厉害 纵红三十年偷盗物品数不胜数 更是拥有225人的盗墓团队 这作案期间从未失手 那么警方最后是如何抓到他的呢 这个自称盗墓界祖师爷的姚玉忠 身上究竟有什么惊天本领 为何他在离清前要说出这样一席话 如果能饶我死罪 我就带你们打开秦始皇陵 他到底是害怕死亡 无言乱语 还是真有打开秦始皇陵的本事呢 本级探长就带你一探究竟 视频内容仅供娱乐 还请理性观看 2015年 辽宁警方侦破了一件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 最大的一起盗墓案 共抓获犯罪团伙225人 涉案文物价值高达5亿元 令警方感到差异的是 这200号人竟全都听命于一人 而这个人就是姚玉忠 在被警方抓获时 姚玉忠并没有忏悔的心态 反而展示起了他的盗墓天赋 只言自己盗墓从不使用高科技 只靠一把自制的渣子 渣子与洛阳产相比 体型更加的小巧 携带起来更加方便 只要对着土地扎一扎 这姚玉忠就能分辨出 地下是否存在古墓 那既然拥有如此天赋 为何不将它用在正途上呢 这还要从姚玉忠小时候的经历 开始说起 小时候姚玉忠家里可以说是 穷的揭不开锅 经常有上顿没有下顿 因此他在上完小学 就没有再上学了 在家里帮父母干起了农活 有天他正在收拾家务 这偶然间发现抽屉里 塞了一把风水书籍 他打开看了一下后 立马被书中的知识吸引住了 虽然只有小学文凭 但姚玉忠却有着极高的灵物能力 为了验证书中所展现的风水知识 他拿出自己的零花钱 找了一个已经挖掘的陵园参观 这发现竟和书中所描述的一模一样 这自此之后 姚玉忠便一发不可收拾 更是购买了周易八卦这些风水书籍 渐渐的他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 一次偶然的机会 姚玉忠意识到自己 可以用这些技能来赚钱 作为那蒙古宁城县人 他的家乡曾是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的发言地 所以这里肯定存在不少遗迹 每当雨季来临时 姚玉忠家附近的山上 就会被雨水冲下来一些碎瓷片和砖块 这些东西在村民眼里可能是垃圾 但在知识储备丰富的姚玉忠眼里 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 为了亲自验证书中所学的知识 他决定白天去红山文化一记彩点 晚上在趁没人的时候 拿出他的作案工具开始盗墓 而没有想到的是 姚玉忠一铲子下去 竟真的让他挖到了东西 由于是第一次盗墓 还完全无法科普心理障碍 因此他在众多赔丧品中 只选择了一个玉器 姚玉忠虽然文化水平不高 但他知道玉的价值是不菲的 不过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块玉器在当时八十年代 竟然卖出了两千块钱 有了这笔巨款 姚玉忠的家庭条件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但钱总有花完的一天 在尝到了盗墓的甜头之后 姚玉忠便再也无法拒绝 从此就踏上了盗墓的人生 当代摩金校尉姚玉忠 三十年挖木无数从未失手 涉案金额更是高达五亿 在被捕后口出狂言 我甚至能挖开秦始皇陵 这个号称摩金祖师爷的姚玉忠 究竟有何厉害之处呢 视频内容仅供娱乐 还请理性观看 姚玉忠在尝到甜头之后 为了以后能够衣食无忧 便花了两年时间 练出了一双顺风耳 渐渐的盗的墓越来越多 他发现古人留下的洛阳铲 并不好用 于是便决定自制一个新的工具 渣子 不仅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还能帮助姚玉忠快速找到古墓 随着他的盗墓技术日渐成熟 挣的钱也开始越来越多 但世上没有不托风的墙 看到突然暴富的姚玉忠一家 许多村民纷纷前来败事学艺 而此时被欲望蒙蔽的姚玉忠 为了能将天下千千万万的木挖进 于是便决定收几个帮手 因此在这些来败事学艺的人中 姚玉忠将有天赋又有力气的人受为己用 但渐渐人手又不够用了 只好又收编了一些人才 姚玉忠的盗墓团伙日渐装大 这作案人员更是高达两百多人 他在盗墓过程中 姚玉忠还给徒弟们定下了一个规矩 就是在挖开古墓之后 自己将最值钱的东西先拿完 之后他们才可以下去 面对如此强势的姚玉忠 难道他们的徒弟们不会有怨言吗 俗话说交汇徒弟饿死师父 姚玉忠也深暗这其中的道理 所以他鸡贼的交一半留一半 核心技术只有他自己知道 而交给徒弟的只是些皮毛功夫 在每次盗完墓后 姚玉忠都会命令徒弟在作案地点撒下草籽 因为长出来了杂草 能很好地掩盖盗墓痕迹 除此之外 姚玉忠还十分喜欢下雨天作案 因为雨水可以冲刷到盗墓的痕迹 凭着这样的本领和经验 姚玉忠三十年来从未失手 只要是他勘测过的地方 就没有空手而归的道理 这按常理来说 姚玉忠盗墓三十年来 本应该是富豪才对 但事实上他竟然身无分文 那么姚玉忠挣的钱都去哪里了呢 这还要从他另一个爱好赌博说起 盗墓祖师爷姚玉忠 一年挖出两百座古墓 三十年获利五亿财富 这被抓后 却以一句话留下了性命 视频内容仅供于了 还请理性观看 姚玉忠在每次消灯后 都会第一时间拿着这笔钱 去赌场挥霍 直到输光为止 并且有时候 还会将价值连城的文丸字画 以极力的价格 在赌场进行抵押 俗话说数大招风 姚玉忠多次抵押文物的行为 在下墓的时候 殊不知警察早已在周围设下了埋伏 因为古墓大多都在深山老林当中 地上难免会有很多的枯枝落叶 正当姚玉忠进入墓洞时 不知从哪个埋伏的警察 踩到了枯枝发生的声响 一下就被姚玉忠的顺风耳给听到了 见形势不对 他撒丫子就跑 完全不顾身后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徒弟们 按常理来说 盗墓贼的作案地点被警方发现之后 断不会再次前往挖掘 可姚玉忠不一样 只要是他盯上了东西 就算被扒层皮 他也要吞点东西 果不其然 没过几天 姚玉忠又带着几个徒弟返了回来 见周围一切安全 他便交代徒弟们开始挖洞下墓 然而令他没有料到的是 警方这次只是缩小了抓捕范围 就在挖完东西准备善后时 有一个警察提前行动了 而姚玉忠见状 慌不择路地跑向了另一处悬崖 为了不被警方抓到 他直接从悬崖跳了下来 并以此摔淡了三根肋骨 无奈之下 警方只好通过对他徒弟旁敲侧击 提前获知姚玉忠下一次的踩点地点 最终顺利将他缉拿归案 警方在对他家进行赃物搜查时 发现了大量还未出手的文物字画 2016年4月14日 姚玉忠被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面对这一结果 姚玉忠在法庭上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把亲日皇陵给挖了 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并不会因为姚玉忠的一句话 而改变判决结果 在缓刑的两年里 姚玉忠因为表现良好 判决结果从死刑变成了无期徒刑 这说明姚玉忠接下来的人生 要在监狱中度过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今天就讲这里 观众探队我们下期再见